在2016年,記者問過我,在什麼情況下會離開 我說大不了,我要離開香港 你怎麼想到三年後,我真的要離開香港 一語成詞 我有時回想,我不是最慘的 最慘的是被通緝而不知道的人 你怎麼知道你現在有沒有被通緝? 從最初聽到消息到,要決定整個過程 一直默默看著那個條例,究竟會帶來什麼後果 我越看下去,越後面,越驚心 提出你的目的就是不需要再洗頭艇 命證如純,將你帶上去,整個過程很恐怖 它很惡毒 我的感覺就是這個條例通過之後等於判香港人死刑 把刀就放在上面,通過之後就放在這裡 它隨時可以動手 我那時還認為香港還有一個所謂法庭的公平公正 公公義 我看見梁天琦的判罪,真的很絕望 學者舉了一些例子出來 當年六七暴動罪盤都是兩年不領 哪可能判六七年 高官,思商壽壽 鄭日華,我老公,避稅 一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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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出來 政府不會說公平處理 我再不相信香港是有那個司法公正 那邊的心目的氛圍給我的感覺是 似乎香港六七十年代 很太平原 當然我當時很犯人 但是我都有感覺,很有觀察 我其實手機都看著香港的新聞人 雖然在台灣這邊,香港發生的時候我都挺清楚 我一樣關注,我在外邊也可以做一些事 如果書要開成的,我可能會搞一些平台 研討會 這樣更多台灣人會關注香港發生的事 因為現在香港發生的事,有可能在將來會在台灣發生 推極及人,我們平時做人都是學習的地方 我覺得在台灣還可以做一些事 就是用更多人關注香港,或者是支援香港 你們可能沒有經歷過,不知道 我們在那時候長大,看著英國人的管治 去貼地,去照顧民生 還有它有相當多的自由給我們 我是習慣了做人處事的態度 就想不到好像衰到現在這樣